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简科技,我是简哥,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 今天为大家分享IOS14系统如何添加透明小组件,比如像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桌面的应用似乎是任意摆放的,而实现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首先我们需要一款应用,这个我也为大家准备好了 也要关注简科技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数字709 下转完之后我们先设置一张壁纸,不过在设置壁纸的时候 我们要将这个视角说放关闭,完之后我们回到手机桌面 这里我们长按屏幕任意一处,当应用在抖动时 我们滑到最后一页并截图,完之后我们打开刚才的应用 进入后我们点击第一个,这里我们选择刚才的截图 接着我们点击一下第二个,完之后我们添加小组件 我们在编辑页面时,这里我们点击上面的加号 随后我们往下翻,选择刚才下载的小组件 这里有一些样式可供大家选择,我们先随意添加一个 如果这个小组件不是你想要设置的位置 那么我们长按该组件,选择编辑小组件 随后我们选择它的位置,这里的位置分别是 左上,右上,左中,右中,左下,右下 我们只要选择自己想要的位置就可以了 比如右上,完之后我们将它移动到设置的位置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长方形的 我们测试后同样可以调整它的位置 操作方式和之前的一样 这里的位置分别是上,中,下 不过有一点,这个应用还在测试阶段 目前还有80多天的使用时间 后续该应用可能会发布正式版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试一下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